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 在基加利同罗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卢建交47年来 双边关系发展成就 共同规划中卢友好合作未来 一致同意 共同推动双方互利合作 结出更加丰硕成果 为中卢人民 中非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强调 去年3月 我同总统先生就两国关系和友好合作 达成广泛共识 推动中卢关系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中方愿同卢方携手努力 推动中卢传统友好 转化为更多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成果 共同续写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 中方欢迎卢方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鼓励中国企业赴卢旺达投资新业 助力卢旺达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要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为中卢世代友好奠定坚实社会和民意基础 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 密切两国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协作 加强在全球性重要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 卡加美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卢旺达 中国是非洲可靠的患难与共的朋友 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对卢旺达和非洲十分重要 卢旺达赞赏中国多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教育等领域给予的宝贵帮助 卢旺希望同中方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密切两国双边多边各领域互利共赢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 对卢旺达对非洲都是重要机遇 卢旺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卡加美表示 作为非盟轮值主席 我愿强调 中国长期以来对非洲坚定的支持和帮助 对非洲大陆发展十分珍贵 非洲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坚定致力于深化非洲友好和互利合作 期待出席并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建设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的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当天下午 习近平和彭丽媛还参观了 基加利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